欢迎收看8月25号的财经Espesso 首先有股汇行情 冠冰疫苗利好消息和对联储局缩减刺激措施的担忧缓解 提振全球股市反弹 马股计昨天大涨了30.94点之后 今天欲战欲勇 全天再涨16.43点 币市报1569.80点 汇市方面市场冒险情绪改善令美元沉压 马币对换美元连续第三天走强 报4.2010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ck and White单元 晚上好 我是V明 云顶遍布世界各地的赌场业务 受到官兵封锁措施的重击 发展网络市场势在必行 那这家跨国博彩集团采取了哪些对策呢 云顶大马间接控制的云顶英国 计划将线上云顶赌场 转移至新平台 以扩展线上博彩版图至欧洲市场 争取英国 德国 瑞典 丹麦和马尔他等地 在线博彩业务的商机 清平台是亚马逊子公司 Pribe Gaming负责管理的Skill on Net 而根据新协议 体育博彩将从现有产品组合中除名 更定casino.com将专注在线赌场游戏 目标是成为市场领先的在线赌场 接着来关注 Mr.DIY股价为何会四连跌的消息 根据彭博社引述交易文件报道称 Mr.DIY大股东Cred Fund以每股三令吉六十仙 脱售Mr.DIY2亿三千五百一十万股 套现八亿四千六百三十六万令吉 而上述交易价比Mr.DIY周二避市价三令吉八十仙 折价了百分之五底三 受大股东套现影响 Mr.DIY写下四连跌 今天一度下降十五仙至三令吉六十五仙 最终收报三令吉七十仙 走低十仙 成交量为六百五十二万五千九百股 短短四个交易日已经丢失了二十仙 或者是百分之五底一仙 最后来看大马七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油价走高推动交通指数出现百分之十一点六的双位数增长 加上低比较基础效应 促使大马七月物价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二 连续六个月攀高 但依然低于市场预期的百分之二点九 也比六月的百分之三点四低 至于会比六月低的原因 这要归因于政府从七月起给予消费者为期三个月的百分之十电费折扣 舒缓了通膨压力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o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